我們看23題 他某次市議員選舉 民調結果為有62%的選民支持候選人張三 這個是張三的調查結果 他的母體比例的平均值 這個等到 這個是等於0.62 0.62 那李四 李四是25% 這是李四的 母體比例呢 平均比例是0.25 現在他說 在95%的信心水準下 就是兩個系統 95%就是兩個系統 P 減掉兩個系統 我們通常是寫S X 這加 那SX的話 是等於多少呢 P P 減掉 減掉 N 這標準乘 這個 這個 是二項分布 當你N很大很大的話 趨近也能常態分布 那這幹嘛 這是P 減掉 S 這個是 x 這是95%的信心 然後抽樣誤差為正戶三個百分點 也就是說二德大X這個是三個百分點 這是我們叫德塔 德塔的話是等於多少 三個百分點 0.03 都是三個百分點 那我們來看看 這名料可解讀為我們有95%的信心 那麼A支持張三選民的信賴區間 這是張三的 信賴區間是建議哪裡 0.62-0.03 兩個標準差就是誤差是等於0.03 就0.62-0.03 這是95 0.59 0.59 到多少呢 到加0 0.6 這個是信賴區間 這個是信賴區間 張三的信賴區間 在95%信心水準底下 好 好 那個支持李四的 他的信賴區間呢 建議哪裡 3個百分點 加3個百分點這個是0.28 -3個百分點就是0.22 所以他的信賴區間是0.22到0.28之間 所以他應該選哪一個 A他會支持張三的選民信賴區間是0.62-0.0 錯啦 應該0.59到0.6 B 支持李四的信賴區間是0.25到0.8 這錯 應該0.22到0.8 C也是錯的 答案應該選D啦 D的話支持李四選民的信賴區間是0.22到0.8 -0.22到0.250了 -0.4 -3 -大 -0.1